俗汉武肃秦皇 以史为敬读圣史流光 电波开卷 星夜把酒 热闹里面听门道 读时有学问 让我们慢慢和您聊 纷纷五代乱世间 残唐末世永风烟 风云帐下 其人在 思言贩子 闹江山 李纯旭出为忠心之主 得到中元后 却不思进去 石敬堂甘坐儿皇帝 落得千古骂名 更有周世宗才荣 少见的明君 却只做了五年皇帝 让后世人恶慢叹息 敬请收听 读时有学问之 五代十国风云路 五代篇 上下五千年 读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讲 五代十国风云路 五代篇 后汉 上回我们讲到 刘之远称帝见后汉之后 遭遇到了强大的反叛 这就是老同僚杜崇威 眼红的结果 为了树立威信 刘之远先派高行舟做先锋 之后又御驾亲征 几个月之后 终于拿下了夜城 活捉了造反者杜崇威 不过刘之远认为自己刚刚登记 不仅要有武功 还要有人德 于是他只是削除了杜崇威的官职 贬为贫民 没有把对方赶尽杀绝 果然这一行为 受到了当时社会的褒奖 认为刘之远是一个仁义的皇帝 胜利平盘后 刘之远安排高行舟留守夜城 此时他满面春风 内乱已定 朝廷清明 自以为能够把大汉治理得千秋万代 没想到 他刚刚回到开封 就被一个恶号砸昏了头 那就是 皇长子开封引刘承训 禀故了 刘承训为人忠厚 也很有政治才能 在五代短命王朝当中 属于评价较高的皇二代 刘之远一直相信刘承训 是厚瀚王朝未来最可靠的保证 现在他英年早死 只有二十六岁 自己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合格接班人 说没就没了 刘之远哭得是死去活来 看到次子刘承训 年少贪玩 轻挑无形 这样自己如何放心的把江山传给他呢 即使刘承训能够顺利的继承皇位 也不见得就一定能让厚瀚王朝的存在时间增加多少 五代之所以历年短促 并不全都是因为各朝第二代继承人的责任 这是一个历史大环境的问题 五代是唐朝翻阵之祸的延续 问题就出在了军事控制权的分流 五代加上十国的开国帝王 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出身 而第二代则基本上没有军事经验 在一个谁会打仗 谁就能当皇帝的时代 军事能力才是硬通货 安葬完了刘承训 刘之远心神恍惚 人生有三大痛 少年丧父 中年丧妻 老年丧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种沉重的心理打击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消除的 人生有的时候 就是这样残酷 没人希望这样 但又不得不去承受 转眼就到了新年 刘之远强大精神 赵力大赦天下 赵改天福十三年为前幼元年 但不接受群臣的拜年 儿子都死了 哪还有心思搞这些呢 又过了两天 刘之远给自己改了名字 叫刘高 但是名字改变不了现实 刘之远继续思念他费尽心思培养的大儿子 越想越难过 经常是流泪不止 久而久之 他终于病到了 勉强熬了几天 病情越来越重 刘之远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便召来了史洪照 郭威 杨斌等人脱孤 刘之远忍着病痛 对他们说 这已经不行了 臣现在还能说话 先把后事安排好 皇子子成有少不经事 你们带他 要像带朕一样 临终前他又说了一句 赌虫威还活着 对城又是个威胁 我死后 你们就立刻除掉他 说完这话 刘之远就驾崩了 十年五十四岁 在位也仅仅是十个月 在五代十国开国帝王中 也只有后属高祖孟之祥 能和刘之远平起平坐 孟之祥比刘之远还命歹 只享受了五个月的皇帝滋味 就死了 汉前又元年二月 郭威等人遵召遗诏 请出了年仅十八岁的周王 刘成又继位 刘成又是个听话的孩子 老爹死前最大的遗愿 就是除掉惹人闲的杜崩威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首先派人将杜崩威 鱼儿几个全都拿到 一人上了一刀 刘成又继位之后 元兆旧历 大风文武百官 虽然说 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是刘成又刚刚当上皇帝 还没有自己的势力 自然不易在那些老臣头上动土 而且这帮人都是老油精子 把他们惹毛了 再弄个清军策什么的 刘成又是应付不过来的 在刘之远留下的这杆子旧臣中 有几个核心 分别相当于今天的内部总理的杨斌 都城位属司令的史洪赵 国防部长的郭威 还有财政部长的王章 刘成又虽然是皇帝 但年少不懂事 军国重视 由这四位负责 而那位德高望重的太师冯道 则只是被当成了厚瀚王朝的装饰品 一只美丽的花瓶 冯道也懒得去参和正式 在家养鸟多好啊 新疆旧母的老朽了 也没兴趣去管那些破事 杨斌和史洪赵 是刘之远的贴身司党 对刘家的忠诚是没得说 但是这两位 有个共同的毛病 就是贪财 有句名言叫做绝对的权力 导致绝对的腐败 以他们现在的身份 权力就已经不受监督 所以只要起了贪念 就必然会干出权钱交易的勾当 曾经投降契丹的 原凤翔节度士侯义 和现任凤翔节度士王景崇 关系不好 在了解到众臣们的爱好后 侯义便拿出了重金贿赂杨识两类 请他们在皇帝面前 给王景崇打黑枪 王景崇呢 也不含糊 他在经中有耳目 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 想绝地反击 五代虽然存在时间不长 只有区区五十三年 但其混乱程度可以说是 骇人听闻 由于中央权威的丧失 地方上的军阀虽然对中央政府还保持名义上的从属关系 但真正能听话的根本没几个 正如宋代军事评论家何续飞所说 服于公救天下者 常有强臣 以励志天下者 常有骄兵 藩镇上有强臣 下有骄兵 一旦觉得行事有利 就会扯其造反 谋取更大的利益 当刘承佑还没有把皇帝宝座坐热的时候 他就接到了前线的急报 护国节度是李守珍自称秦王 反于何中复 没多久 永兴崖将赵斯婉也在长安城返了 赵斯婉这个人 要说官职和势力 当时并不突出 同级别的人物成千上万 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癖好 让这个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大名 那就是赵斯婉喜欢生吃人肝 还大言不惭地说 吃了人的肝 能够延延益寿 有史料记载 有时他为了尝个新鲜 甚至把活人的肝挖出来吃 残忍至极 刘承佑朝廷急忙派出了阵营节度使郭从义 讨伐这个畜生 保义节度使白从科去讨伐李守珍 汉前又元年六月 我们前面曾说到 凤翔巡俭使王景崇 经常被党成一派的侯义 杨斌和史洪赵陷害 于是干脆也趁乱反了 并且还向已经造反的秦王李守珍和后蜀皇帝孟场称臣和朝廷公开对抗 这三个叛阵地界连在一起 自然抱成团 免得被朝廷逐个击破 朝廷方面接连接到藩镇造反的消息 刘承又年轻 不懂军事 他有些害怕 但是朝中主事的四个大臣根本没触到这三个毛贼 三朝都过了 什么场面没见过呢 朝义决定 由郭威任西征军主帅 全权负责西县战事 都督中外驻军事 郭威当然愿意去 不仅因为平定三镇的叛乱 本是自己的分内事 更主要那是因为他可以趁这个机会 在军队中扩大自己的势力 乱世中军权即政权 没有军权 职务再高也一切面谈 出发之前 郭威特意地跑到冯道太师的府中 请他给自己出些主意 冯道说的倒是和郭威想得差不多 李守珍出手很大方 酒吧爷们都愿意为他卖命 所以郭大人 你也要学学李守珍 不能对当兵的小气 不然他们就赶在镇前把你卖了 更何况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铁公鸡千万做不得 清廉者众人物质 郭大人要记得老朽这句话 郭威听了很有道理 握住了冯道的手 奉承地说 冯大爷 您真的是位思想家 世界上什么饭最好吃 最经典的答案就是 不花钱的饭最好吃 封建时代是家天下 权力不受监督 花公款是一种潮流 除了少数人德官员和受奴役的老百姓心疼 没人觉得可惜 指望道德的约束 在人性属丝的时代根本不起作用 这次评判和以往有些不同 以前多是一路军阀造反 现在则是三路一起反 郭威召集了众将 商议先平安一路 许多人认为赵斯婉和王景崇 实力较弱 柿子先俭软的捏 而镇国节度时 护颜科则有不同的看法 诸位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想过没有 如果先公永心和奉降 万一战士不利 而李守珍又抄了我们的后路 那么我们父辈受敌 如何应对呢 李守珍实力最强 只要打掉了李守珍 赵王两贼兵少 一股就可以拿下了 郭威点了点头 认同这个建议 李守珍虽然在三阵中实力最强 但是毕竟和有全国做后盾的官军没法比 只要拿掉李守珍 下也能把赵斯婉和王景崇吓死 拿定主意之后 郭威命白从科刘慈 长克功等将领 三面合为李守珍 在出征的过程中 郭威深谙帅将和帅兵之道 为了达到最高的气势 他放下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架子 和将士们打成一片 甚至一起搅马勺 择罚时对那些手脚不太干净的军族 郭威也不责骂 最多说下不为例 蒋历史 即使立下了鸡毛蒜皮般的小工 郭威也是重重的忧赏 反正是花国家的钱 不心疼 还落一个好名声 而且在作战技巧上 郭威也体现出了自己的风格 只为取胜 并且还要尽量保存实力 他率军攻到河中城下后 并不攻城 而是将河中团团围住 手下的将士并不理解 郭威回答他们说 河中是西州大军 成高持身 如果强攻 即便得胜 我们也将损失巨大 兄弟们把命卖给我 我可不能把你们当成草芥 所以能不牺牲就不牺牲 我们有的是粮食 坐着慢慢的吃喝 等到城中的粮食用尽的时候 敌人自然均心瓦解 到时我们不战可胜 果然 李守真渐渐的撑不住了 粮食越来越少 再这样耗下去 只能吃人了 为了挽救败局 李守真派兵出城挑战 希望对方能够正面接战 但是郭威滑头得很 只是用强弩硬弓射击对方 就是不肯出战 李守真情急之下 派出部将朱元 貌似突围 前往南唐求救 可惜已来南唐和河中 远隔千山万水 远水救不了尽火 而来南唐皇帝李警 也不想没来由的开罪汉朝 于是假装就没有收到消息 这回 李守真没招了 只好坐在城中等死 果然没过多久 吃得差不多都吃光了 手下的兄弟们 见李守真已经被吃穷 再等下去 只好大范围的吃人 自己跟着李守真造反 是想发财的 可不是想留给别人吃了 于是叛军人越来越少 前又二年七月 国威看到时机差不多了 对各军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汉军吃饱喝足之后 开始攻城 原以为会是场硬仗 可惜战士一旦拉开 官军就占据了上风 叛军一边打一边逃 甚至双方还没接手 盘军就散沙一片 四散逃跑了 于是郭威顺顺利利的 进入到了河中城 此时李守真见大势已去 常态一声 自作孽不可活 便带着蹊跷自焚了 永兴的赵斯丸 见造反的势头不好 急忙写了一封悔过书 派人送到了汴凉 深刻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希望朝廷能对自己宽大处理 刘成又觉得 人难免会犯错误 便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并封赵斯丸做华州留后 不过没过多久 郭威就把赵斯丸给做了 原因是他觉得赵斯丸 富有不臣之心 此时三反贼 只剩下了在凤翔作乱的好汉 芒井虫了 看到李守真和赵斯丸 都先后完蛋了 他自己心灰夜冷 赵斯丸如何 还不是一刀斩 左想右想 越来越痛苦 可能是抑郁成瘾 最后也带着家眷自焚了 得到消息之后 郭威下令靠上三军 高唱凯歌回到汴梁城 这是刘成又当政后的第一次平叛战役 现在军队凯旋 他自然激动的几天没睡好觉 乱臣贼子们被送上了西天 自己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刘成又非常感激郭威 大家赏赐 但是郭威非常精明 知道即使自己的功劳最大 也不能吃毒食 便说 这次平叛臣 公威不足言 陛下鹦鹉 以及朱大臣用力 臣不过殷势成事 不敢贪功 立大功而谦虚 这下郭威在朝廷主流的舆论中 威信大幅提高 更受到了右弟 刘成又的崇拜 后汉朝廷也算是和气一片 可惜好景不长 郭威班师一个月不到 北方的契丹又挥师南下了 刘成又没办法 只好再请出郭威 让他出镇夜都 防御契丹人 郭威很配合 说去就去 安顿好家里的事情之后 他带着养子柴荣赶往夜都 柴荣本是郭威的内侄 能力出众 郭威特别喜欢 后来干脆就收作养子 郭威作为后汉的国防部长 南征北战是少不了他的 而朝中的事情 则交给了杨斌 王章和史洪赵三人 郭威和这三位是铁杆朋友 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坚定盟友 虽然名义上的皇帝是刘成又 但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的 则是他们四位 一荣俱荣 一辱俱辱 自然要精诚合作了 在辅政四大臣中 如果单从能力上来说 他们都是一等一的人才 但如果要论起政治斗争经验来 杨斌 史洪赵 王章三人 实在是比郭威差远了 按现代话来说 郭威不仅会做事 更会做人 也就是情商智商都比较高 而那三位爷 有智商没情商 做人做的是一塌糊涂 这在中国流行的关系文化中 非常吃亏 见到这种情况 郭威多次劝解几位好友 要为人低调 不要四处树敌 为了能有效地改变这种现状 郭威下了很多的功夫 终于劝得几位同僚 配合自己 笼络人心 于是 郭威广散勤铁 邀请朝廷内的实力文武 到家做客 饮酒谈室 想通过密切接触 增加彼此的了解与信任 没想到 原本为缓解矛盾的酒业 却成了厚汉朝臣间最终决裂的导火索 这直接导致了刘成佑在文官的唆使下 对顾命四大臣的疯狂清醒 也渐渐地逼迫郭威走上了反叛之路 上下五千年 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晋撰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录 后汉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